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Vicky 郝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 欧美股市间晚的收市情况 纽约股市个别发展 道奇斯指数首次升穿27000点 市场气氛继续受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暗示本月底减息所支持 医疗保险股表现最好 科技类股份就回吐 道奇斯指数以历尼的高位收市 5报27000点 升227点 升幅近1% 纳斯达克指数报8196点 跌6点 標準普尔500指数创收市新高 报2999点 升6点 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和本港收市比较 靠个别发展 汇控ADL报65.23升0.05% 中移动报70.1跌0.14% 中联通报8.34升0.22% 中人寿报19.66跌0.89% 中海游报13.42跌0.27% 中石化报5.2升0.22% 中石游报4.29升0.01% 欧洲股市方面 欧洲主要股市下跌 受药剂股下跌拖累 市场担心美国可能干预药品价格 影响制药公司利润 两吨富士100指数收市报7,509点跌20点 法兰克福特指数报12,332点跌41点 巴黎剧指数报5,551点跌15点 然后看商品期货方面 原油期货价格先升后跌 在墨西哥湾的风暴加剧 油公司关闭当地原油产量超过一半 带动油价一度升至一个多月的高位 但石油输出国组织预测 明年的全球原油需求放缓 拖累油价下跌 纽约企油收市报每桶60.2美元跌23美元 波兰德企油收市报每桶66.52美元跌49美元 另外看金价 外围金价先升后跌 美国6月核心通胀率创近一年半最高 市场关注联串局可否大幅减息 纽约期金收市报每桶1,406.7美元跌0.4% 现货金在1,403美元附近 然后看美元汇价 美元对主要货币跌至一个星期低位 美国6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上升0.3% 创近一年半以来最大升幅 但会相认为不会影响在今个月底 联储局减息的决定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.8213 日元108.47 欧元1.1254 英镑1.2530 瑞士法郎0.9902 嫁元1.3058 欧元0.6982 樓元0.6668 接着和大家看美国国负债券息率的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报2.013 30年期债券息率报2.065 接着和大家看港股的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8,451点 升19点 国负指数跌3点报10,779点 大市成交暂时有43亿 今个环节就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节目见 要财本亭亨特提提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1408.43美元 卖出价1408.91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15.1243美元 卖出价15.1802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本亭亨特提供 ri分 Phew 安 7